今天49分来关心最新的意外 在这个今天早上5点多 在这个中山高南下39公里的地方 有一辆小货车呢 疑似是因为疲劳驾驶 就追上到前面一辆大货车 就驾驶呢 这个双腿粉碎性的骨折 而另一起车祸发生在深夜12点 是新北市大岸桥 这个大岸桥下的题外便道 有一台休旅车疑似酒驾 这个月线擦撞对象的货车 脚骨折多处的擦伤 还好两起受伤驾驶送医啊 所以虽然受了伤没有生命危险 保险感被撞得几乎快要掉下来 车门也扭曲 挡玻璃破碎 小污车车头几乎全毁 货车零件散落一地 前面驾驶座还可以看到血迹斑斑 小污车司机双腿粉碎性骨折 头部也有外伤 紧急送上救护车 后面的小污 那个小车子它是开很快啦 但是我是慢车啦 我慢车一定是走最外车车道嘛 零晨五点多 小污车开到中山高速公路 南下39K路段 司机疑似疲劳驾驶 加上车速过快 追撞前面一辆大货车 才引发这起事故 另外一起车祸 发生在凌晨12点左右 新庄大汉桥下的题外便道 小汽车车头半毁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脚骨折多处擦伤 他就落车 你过来关心就是他跟你说 叫你卖保 对 要卖保 零件三落一地 这台休旅车疑似酒驾 越线到内向车道 擦撞对向大货车 幸好送一后 驾驶都没有生命危险 整天新闻侯宇祥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吻